新竹市長高鴻安 因為在任職立委期間 被指控 這是詐領助理費的部分 而今天一審宣判 結果出爐了 在貪污治罪條例的部分 是被判決有罪 是判了七年四個月 另外是齒羅公權了四年 這樣子的狀況 而目前記者所在的位置 就是新竹市政府 剛剛新竹市府的同仁 一聽到這個消息 是非常的緊張 那急著滑手機 甚至也被媒體捕捉到 是這個眼眶犯淚 看起來有點手足無措的狀況 而目前記者 現在守候在新竹市政府這邊 是希望說 他們的新竹市府人員 可以趕快找長官 來跟媒體做一個回應 而目前依照這樣子的判決 結果出爐 在一審有罪的狀況下 高鴻安市長 目前應該是要被停止處分 而現在應該是會 被由副市長抽成員 來代理他的職務 那後續呢 在二審如果判決是沒有罪的話 高鴻安馬上就會被複職 但如果後續還是仍然有罪的話 在判決定驗之後 就會即刻的來解職 那高鴻安市長 依據剩餘的任期 如果超過兩年的話 就會在三個月內進行 這個補選的工作 那如果少於兩年 那接下來可能就是會 主重訴是第一號 背號高鴻安等貪污案件判決的簡單說明 結論的部分 高鴻安 陳煥宇 黃慧文 王宇文 都犯了貪污制罪條例 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的利用職務機會 詐取財務罪 還有刑法第214條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那這兩個之間呢 是依照想像進和犯的關係 我們重重依照職務機會 詐取財務罪來處斷 那我們的處刑的部分呢 高鴻安的部分是判處有期徒刑 7年4月 使公務員4年 那未扣案的犯罪所得 新台幣11萬6514元沒收 其他同案被告的部分 陳煥宇是處有期徒刑1年 緩刑3年 負100小時的義務勞務 使公務員1年 未扣案的犯罪所得506元沒收 黃慧文的部分是處有期徒刑2年 緩刑5年 負240小時的義務勞動服務 使公務員2年 未扣案的犯罪所得5642元沒收 王慧文的部分是處有期徒刑2年 緩刑5年 負240小時的義務勞動服務 使公務員2年 未扣案的犯罪所得466元沒收 陳玉凱的部分是無罪 那本件審理的範圍 起訴事實包括3個部分 福報酬金的部分是判決有罪 福報加班費的部分也是做有罪 非福報加班費的部分 我們是判無罪 或不令爲無罪之欲知 那事實的部分 高宏安從109年2月1號開始 到111年12月25號的時候 擔任立法委員 陳煥宇黃慧文王玉文 從109年開始 分別由高宏安 依照不同的籌金聘用 為他的公費助理 那明知道公費助理的補助費用 不管是籌金也好 加班費也好 都是由立法院直接撥入 各公費助理 個人的金融賬戶 並不能算是立法委員 薪資的一部分 也不是對立法委員 個人的失之補貼 但是竟然跟黃慧文 陳煥宇王玉文 有本件的犯行 我們認定出來的結果 高宏安跟黃慧文的部分 一共從109年3月到5月 7月到11月之間 總共有8個月的時間 共同榨取金額達到 74741元的籌金跟加班費 那另外高宏安 黃慧文跟陳煥宇的部分 他是從8月到11月 總共有4個月的時間 認定榨取的金額 是40154元 那至於高宏安 黃慧文跟黃慧文的部分 他是在3月到5月之間 3個月的時間 共同榨領金額是 8233元的部分 那就法院認定的部分 認定事實跟認證的說明的部分 高宏安跟黃慧文都否認犯行 陳煥宇跟黃慧文的部分 是坦承犯行 在整個案件的審理當中 除了對被告的訊問之外 何怡婷呢 總共傳了8個證人 另外調取了以上的 這些證據資料來作為佐證 那這一件其實有一個 比較正義的法律問題 是在不法所有的 認定時間點的部分 那依照我們的 依照何怡婷的見解的話 如果這個不法所有的意圖的話 是要依照他預定的計畫 如果說在實用詐數 左手犯罪之初 但是在還沒有把詐取財物 取得實力支配之前 這時候就預知要做什麼用的話 主觀上是不具有所謂的不法意圖 但是假設是把公費助理的補助費用 在自己實力支配之下 因為偶然或事後的特殊需求 才做其他部分的使用的話 這時候呢 很難認定說 這個沒有不法所有的意圖的部分 那最後在良刑部分的說明 本件呢 其他同安被告有減刑的情況 其中陳煥宇有三個減刑的室友 他跟黃慧文、王玉文的部分 因為不具公務人身份 所以可以依照刑法第31條 第一項的部分減刑 那黃慧文的部分呢 跟陳煥宇的部分呢 還有一個所謂的 依照59條來減刑的部分 那陳煥宇跟黃慧文的部分 因為跟高鴻安 他共同犯罪的部分 都在5萬元以下 所以依照貪污自罪條例 第12條第一項的部分 也可以減刑 那補充說明一下是 陳煥宇跟黃慧文 雖然在偵查中有自白貪污的部分 但是沒有剿回 所以本件並有貪污自罪條例 第8條第二項的減刑的事 那何一廷審酌高鴻安 位於立法委員的要職 那本人應該連結致辭 但是竟然為了增加 立法委員可運用的零用金 所以枉固立法院邊緣預算 支付給公務助理補助費的目的 非法利用職務機會 榨取助理的補助費 所以這種情況 那陳煥宇、黃慧文、黃慧文 都是公費助理 本來就不應該 配合立法委員炸起助理補助款 但是考量陳煥宇跟黃慧文 事後坦承犯刑 態度良好 那高鴻安、陳煥宇、黃慧文、黃慧文 四個人都沒有前科 各自依照他們的涉案情節輕重 跟犯罪目的、手段、知識水準 等等一切情況 分別量刑處一開始所說的刑 另外陳煥宇、黃慧文、黃慧文所處的刑 也給他緩刑的宣告 另外跟大家補充說明 就是所謂的不定為無罪 或無罪欲知的部分 原則上他們倍數的部分 如果說是以實際的酬金 作為基礎的部分 來領取加班費 之後繳回辦公室 當作零佣金使用的部分 因為沒有扶報加班費的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 就沒有所謂的 他們所領的部分 是有所謂的合法權源 所以很難認定 他們這部分加班費的請領 有不法所有的意圖 或申報不實的情況 那其中有四個被告 是被判決有罪 所以就這個部分 我們是不令為無罪的預知 那陳煥凱的部分 因為一開始 都沒有扶報的問題 所以他之後 他一開始就沒有扶報 他的酬金 酬金的部分 也沒有扶報加班費 所以就他之後 繳回的部分 我們就直接預知為無罪 以上說明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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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先就 Shield塊 另外 請見 對 好 新間社長 高鴻安安的 涉探官司 被判有罪了 依照地方制度法 第78條規定 高鴻安安急課 必須停止 并且是由副市长邱成远来做代理 那我们看到的是检方认定 他以国会的办公室零用金虚报报酬金